你看看 它還可以輕輕鬆鬆在搞局 你說它其實吹水也好 抽水也好 其實可能最後根本就是沒有一件事會成事的 不過就已經又駁到這個話題回來了 不斷維持它的人氣 你難保他現在在所謂保釋期間 是不是啊?林作 是不是還是保釋呢? 我都不知道 其實它們沒有扣旅行政見嘛 還需要付錢 可能是不需要再保釋 就是為什麼你難保它們不要回來了 交給你繼續說 好 那就繼續記得上期訂閱對我們很重要 剛才我們有一部分 尤其是經過一些激烈討論 也都可能提到 牽涉到某部分人士的時候 我們預計了黃標 所以不要緊 這部分記得要多了支持 記得人數方面要繼續踴躍 支持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長期訂閱都是對我們很重要的 一路是一個最重要的支持 還有如果你想多點支持我們在Patreon上可以考慮一下月工的計劃 還有comment slide share 不可笑 還有現場可以試下仔 除了可以Patreon之外 我們還可以有payme 還有轉數快 還有可以直接打電話給你為人兄 九八六二七三三三二 看黃標限制的時候 大家都有心去準備 黃標就必然的了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我們 或者我們不是說怕黃標就不提不說 只要有最新的發展 只要揭露到這個雌雄大道的任何惡恨 我一定會繼續做 就是這樣 不是揭露的 我們揭示了一些真相 越來越接近一些真相 大家自己判斷 自己判斷 人家經常都說的 你都沒有百分之一百的證據在世界上 是不是 要問米封回徐司上來 是不是 算了 其實明白的就明白 不明白的 他人生是要這樣的 我也沒辦法 這節講什麼 這節當然又是一些 所以你賴什麼Uber 根本就是你這麼多年 你已經喪失競爭性 而且你更加不懂得利用這些新科技 去改善你的整個行業 整體的服務 其實這些方式 有些人對他屌實 你還要試意引起對立 兩極對立 本來我講了很多集 就是根本不需要對立 甚至可以利用Uber這個程式 去改善你的的士服務 但是這群食股不化的垃圾 這群叔叔 你是不是真的在火星那裡 還是沒有看新聞 還是你不知道Uber的運作 那個APP是怎樣的 我要強調 什麼差都要淋下去 這群巨英 因為我看到那條片 那個是年輕人來的 就是那些心態 這群契弟 其實真的